我在女儿学校对面开了个小饭桌 每天中午管一顿饭 收费15块钱 女儿跟孩子们一起吃饭 大家吃的都一样 我每天都会把孩子们吃饭的视频拍下来 发到家长群里 突然有一天 有个家长在群里 我 你女儿碗里怎么没有牛肉 是不是你买了一些病牛肉给孩子们吃 所以不给你女儿成 我耐心跟对方解释 子豪妈妈不是这样的 最近我女儿生病了 不能吃发物 所以她才没有吃牛肉 不仅如此 我还把买牛肉的小票作为凭证发到群里 例证我采购的都是上好的牛肉 子豪妈妈却不依不饶 说小票只能证明我买过牛肉 并不能证明孩子们入口的 就是小票对应的牛肉 她要求我道歉 并且作为赔偿 免掉他们一个月的饭钱 并且威胁我 你要是不道歉不赔偿 以后我们的孩子就不去你那里吃饭了 而且还要告诉所有人 你使用劣质食材 让你的小饭桌开不下去 你一个单亲妈妈带个孩子 到时候我看你怎么生活 她不知道 我设单身妈妈不假 可我一点也不缺钱 所以我决定不干了 你 我在女儿学校对面开了个小饭桌 今年是第二年了 四菜一汤 一顿饭收费仅15块钱 因为价格实惠 而且我自己的女儿 跟大家一起吃饭的原因 家长们格外放心 我的小饭桌生意火爆 但我毕竟精力有限 所以只收7个学生 往日里 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 都对我赞不绝口 今天我像往常一样 把孩子们吃午饭的视频拍下来 发到家长群里 各位家长好 今天的午饭是土豆炖牛肉 烤鸡腿 清炒西兰花 配上孩子们大块朵鸡的视频 我基本完成了今天的任务 群里的家长们跟往常一样 三三两两的发言 辛苦宝妈妈了 周边这些小饭桌 数着宝妈妈这里干净卫生 价钱不高 伙食还比别人家好那么多 对呀对呀 要不是宝妈妈这里限制人数 我都想把我那些亲戚朋友的孩子 都介绍来 这些话我早已不知道听了多少遍 我很喜欢做饭 喜欢做饭的人都知道 看着别人吃自己做的饭菜 有种无可替代的满足感 不过家里只有我和女儿两个人 稍微做点什么 我们娘俩就吃不玩 女儿带着同学来家里吃过几次饭之后 她同学的妈妈找到我 很不好意思的跟我商量 宝妈妈 我家小孩特别喜欢你做的饭菜 如果方便的话 你看能不能让她跟宝一起来吃饭啊 我复活是废的 在对方的再三请求下 考虑过别的因素之后 我答应了对方的请求 后来消息一传时十传百 想要来我家吃饭的人越来越多 我考虑了一下 我本身就是个美食博主 做饭也是我的兴趣爱好 干脆开了个小饭桌 由于我精力有限 只接受七名学生 加上我女儿 一共八个人 上小学的小孩子饭量不大 我做饭的时候 也不会耗费太多力气 顺手的事 所以我收费也不高 跟外面的小饭桌差不多 也是一顿饭十五块钱 但是伙食的质量 却比外面好了很多 自从我的小饭桌开业以来 家长们都很是满意 前阵子有个孩子转学走了 孩子妈妈介绍了一个朋友家的小孩过来 男孩子叫陆子豪 饭量大 他妈妈还很是挑剔 平时总是在群里 说一些有的没的 搞得我很不开心 最近我想着这个月结束后 就委婉地拒绝陆子豪再来我这边 不过不能因为大人就亏待了孩子吧 所以我跟往常一样 特意给陆子豪的碗里 多加了一些饭菜 知道他爱吃牛肉 也特意多放了几块 我正在庆幸 今天陆子豪的妈妈没有说什么 他紧接着就在群里对我发出质问 宝儿妈妈 我看着你女儿碗里 怎么一块牛肉都没有 是不是你买了一些病牛肉 给孩子们吃 所以不给你女儿成 我叹了口气 觉得自己庆幸的太早了 紧接着 陆子豪妈妈就发了 从几张中午孩子们吃饭的视频里 写下来的图 图片中 我女儿的面前 确实没有土豆炖牛肉这道菜 而陆子豪的面前 牛肉格外多 陆子豪妈妈 一条接一条的发着语音轰炸我 大家看看 仔细看看 他女儿碗里一块肉都没有 肯定是我说的那样 他一定买了病牛肉 给我们的孩子吃 我儿子吃的有其多 肯定是我平时问的多 他既恨上我了 转头就给我儿子多吃病牛肉 二 我无奈翻了个白眼 耐着性子跟他解释 子豪妈妈 不是这样的 最近我女儿生病了 不能吃发物 所以她才没有吃牛肉 说着 我还把宝看病的病例 开照发在群里 上面清楚地写着喉咙肿痛 衣嘱里面也写着要饮食清淡 陆子豪妈妈 依旧咬着我不放 所以呢 你就趁着你女儿不能吃肉的时候 买病牛肉 给我儿子吃对吧 这样你还有理由解释对不对 真是个黑心的女人 我火了 直接在群里开队 子豪妈妈 话不能乱说 讲话要有证据的 你说我买病牛肉 你是看见了 还是发现了什么 子豪妈妈一点也不处 继续狂喷 一顿饭15块钱 还带牛肉 喊得我儿子吃那么多牛肉 怎么可能 难道你是赔钱做生意不成 更何况你那里根本没几个孩子 除去成本你赚什么钱 你做好事啊 赔钱赚腰哈 我见他越说越过分 直接甩出我买菜的小票 以前我是会计 日常习惯性记账 也有保留收据的习惯 我本以为这下他总没话说了 可是他十分擅长杀人助心 宝儿妈妈 你自己看看 你买了这100多块钱的牛肉 七个孩子一天餐费才105 这一顿饭下来 你就要亏贷几十块钱呢 这个钱难道是你自己掏腰包了 妈妈们 你们看看这小票 再看看孩子们今天这顿饭 绝对是不合理的 难道你们相信 宝儿妈妈自掏腰包 给我们的孩子做饭吃 这还不算房租的费用 还有水电燃气费呢 这么不合理的现象 只能有一个解释 他给我们孩子吃的肉 就是不好的烂肉 小票只能证明他买过肉 可不能证明 我们的孩子吃的肉不是烂肉 他越说越激动 越说越觉得自己有理 就连群里的家长 都开始立场松动 他们纷纷质疑 这么看 好像这样啊 对呀 宝儿妈妈 你这好像是不赚钱啊 恐怕还会亏钱吧 对呀 宝儿妈妈你图什么 难道真的是买的烂肉 看着群里一群人 你一言我一语的质疑 我彻底含了心 只有当初第一个来我家吃饭的 婷婷妈妈替我说话 你们这群人真是没救了 如果宝儿妈妈的食材有问题 孩子吃了不会生病吗 而且小票都拿出来了 你们一个个脑补这么多剧情 是太闲了吗 本来宝儿妈妈就说过 不图赚钱 孩子们凑在一起吃饭箱 你们家孩子 难道没跟你们说过 宝儿妈妈做饭好吃 他们饭量都带了 我很感激婷婷妈妈 刚想说话 路子豪妈妈就沉不住气了 不图赚钱 这话你也信 真是太天真了 我看 就是我说的那么回事 平时宝儿也一起吃饭 今天趁着宝儿生病 宝儿妈妈就买了烂肉 给孩子们吃 这种行为非常严重的 伤害到了我们 鉴于平时没有发现这种行为 我们就原谅他一次 但是宝儿妈妈要给我们道歉 并且作为惩罚 这个月饭钱要退给我们 还有 以后买菜做饭 也需要录视频发到群里 方便大家监督 我看着路子豪妈妈 在那自说自话 自我端自我审判 简直要把费都气炸了 同时他还威胁我 你要是不道歉不赔偿 以后我们的孩子 就不去你那里吃饭了 而且还要告诉所有人 你使用劣质食材 让你的小饭桌开不下去 你一个单亲妈妈带个孩子 没了这份收入 到时候我看你怎么生活 群里别的家长都目不作声 除了听听妈妈 既没有人替我说话 也没有人替他说话 我彻底含了心 我知道他们或许也怀疑我 但是或许只是想看看 路子豪妈妈万一成功了 他们能坐收鱼翁之力 就算不成功 也不会彻底得罪我 我冷下脸 顺着路子豪妈妈的话说下去 我这边每天发视频 采购单据也都齐全 但是既然大家不相信我 也决定不送孩子来吃饭了 所以我会把这个月 剩余的钱退给大家 以后小饭桌就关了 我不干了 路子豪妈妈立刻紧跟着 在群里发声 大家看到没 他心虚了 一说以后买菜做饭 都要发视频 他就不干了 这不是心虚是什么 这是威胁我们呢 还不干了 怎么可能不干了 不干这个 胖娘俩吃什么喝什么 我一言不发 开始挨个在群里转账 把这个月剩余的75块钱 挨个转给每一位家长 路子豪妈妈看到我这么做 依旧不依不饶 怎么 退钱就完事了 赔偿呢 我留下一句话 只要你有证据证明 我有问题 欢迎起诉我 怎么判我都认 路子豪妈妈却话风一转 这么撒瓜俩早的 还值得我费这劲 群里其他的妈妈 却急了眼 哎呀 绑妈妈怎么这么大火气呀 怀疑你的是子豪妈妈 我们可没说什么呀 就是啊 绑妈妈 别这么冲动嘛 就算我们找新的小饭桌 也需要时间啊对吧 子豪妈妈又开始出头 我知道一家县城的 虽然比这里一顿饭贵十块钱 但是真的安全可靠又未生 听到这里 我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原来这是挖人来了 不过反正我也不想做了 无所谓 我直接解散了群 图个安生 散 然而事与愿违 安生没有 麻烦却来了 自从我解散小饭桌以后 路子豪拼命在学校里面宣传我丧良心 给他吃病牛肉 小朋友们信以为真 都说宝有个坏妈妈 并为此孤立宝 宝为了我去跟路子豪争辩 奈何宝 根本不可能在跟人高马大的路子豪的对峙过程中站上风 宝被欺负了 路子豪推倒了宝 宝胳胳膊胳膊碰到客桌上 擦破一大块皮 整个胳膊都肿了起来 我收到消息后连忙赶往学校 带宝去医院一查 鼓劣了 我心疼的直掉眼泪 这是我都舍不得碰他一根手指头的宝贝女儿啊 学校喊了双方家长调解 路子豪妈妈依旧生气凌人 他要是不跟我儿子斗嘴 我儿子能推他吗 自己站不稳 还赖上我儿子了 什么道歉 什么赔钱 我儿子又没错 凭什么我们道歉 班主任立场中立 不偏不倚 子豪妈妈 事情我们已经调查过了 也调取了当时教室里的监控 是路子豪先说 宝妈妈是没良心的坏女人 宝才找路子豪理论的 而且后来也是路子豪先动手的 这件事怎么说 也是路子豪同学的责任 我们作为校方 愿意从中调解 但是如果您这个态度 我们只能叫警察了 路子豪妈妈依旧大吵大嚷 我儿子说错了吗 宝妈妈就是没良心的坏女人 明明说好的 他女儿跟小饭桌的孩子 吃一样的饭 他却买病牛肉给我儿子吃 却不让他女儿吃 而且他还特意给我儿子 盛了好几勺 存心想害我儿子 我儿子现在还能站在这里 都算我儿子命大 我气冲冲反驳 你有证据吗 血口喷人谁不会 拿证据说话 老师 我看还是直接报警吧 这人脑子有病 讲不通道理 自己把你儿子 为弟跟猪一样肥 饭量那么大 我不给他加饭 饿死他吗 路子豪妈妈 一听我骂路子豪是猪 叫嚣着要上来打我 被众人拦下 路子豪也在旁边大声叫嚷 我才不是猪 我妈妈说了 林宝的妈妈 是个没良心的坏女人 林宝以后也是坏女人 坏女人就应该被打死 而且我妈妈还说了 就算打死了也没事 我是小学生 打人都不犯法 在场的所有人都被惊呆了 包括我 我跟路子豪 也接触过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完全没看出来 他竟然能说出这番话 更没想到路子豪妈妈 竟然是这样教育路子豪的 不大一会儿 我们一行人都被带去警局 路子豪妈妈依旧胡搅蛮缠 被警察好一顿教育之后耸了 他抬着下巴说 上次你给我儿子吃烂肉 我也没找你赔偿 这次就算扯平了 我直接回队 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 莫证据别污蔑我 算是故意伤害吧 是不是应该有处罚 有案底 路子豪妈妈终于怕了 非常不情不愿地给我道歉 路子豪被警察教育了一顿之后 也老实了 他需要向我女儿公开道歉 并且保证再也不欺负宝 我因为担心宝的病情 也没心思追究 等宝痊愈之后 我才找到路子豪妈妈 要求他支付宝的医疗费营养费 和精神损失费 路子豪妈妈当然不愿意 又开始跟我撒泼 试图赖账 我才不惯着他 拿出手机就要报警 你想清楚 如果我起诉 法院会要求警察调查相关事情 到时候 你儿子这个案底可就留定了 路子豪妈妈这才害怕 不情不愿地支付了相关费用 还给我放狠话 敢敲诈我 算我倒霉 这个钱 我一定让你原封不动给我含回来 不对 我要让你含回来更多 我要让你付出代价 你给我等着 呵呵 等着就等着 谁怕谁啊 死 这天宝放学后 我像往常一样把饭菜端上桌 宝看了一圈突然问我 妈妈 怎么没有鸡 你做的鸡呢 快端上来啊 我奇怪 什么鸡 哪有鸡 宝 宝 你是不是想吃大鸡腿了 妈妈明天给你做好不好 宝乖巧弟点点头 嘴里嘟囔着 路子豪的妈妈撒谎 他骗人 听到路子豪这个名字 我立刻心生警辟 追问道 宝为什么这么说呢 宝说 我放学的时候看到路子豪妈妈了 他说妈妈你在家里做鸡呢 还说你做鸡做得好 赚了很多很多钱 而且路子豪还说 我以后也要做鸡的 可是我更喜欢吃排骨 妈妈 以后我能做排骨吗 我整个人直接傻掉了 我怎么也想不到 路子豪的妈妈 竟然敢跟我女儿说这些 我气得发抖 但是我知道 我没办法找他理论 这些话我如果说出来 也只是徒增别人的谈资而已 而且路子豪的妈妈 一定会辩解 说什么 我说的是炖鸡汤了 哎呦 你想到哪里去了 之类的话 我只能安抚宝儿 嗯 宝爱吃排骨 以后就炖排骨 不炖鸡汤 把宝儿哄睡之后 我翻来覆去的 想到底要怎么对付路子豪妈妈 才能让他不再伤害我们母女 这时候 一条微信进来了 是以前在我这里吃饭的孩子的家长 宝儿妈妈 前段时间的事情真是对不起 当时被路子豪妈妈带节奏 在群里怀疑你了 真是太对不起了 我原本不想搭理 但是想着 没有必要跟太多人交恶 毕竟大家的孩子都在一起读书 就随便应付了几句 应付的差不多了 对方也终于说到正题 宝儿妈妈 你看你还有没有继续 做小饭桌的想法呢 我们几个家长 都想让孩子再回来你这里吃饭 路子豪妈妈推荐的那家小饭桌 给孩子们都吃吐了好几次了 还是你这里好 安全又实惠 卫生做得也干净 孩子们都可爱吃你做的饭了 我冷冷一笑 随便找理由拒绝了 重开小饭桌的提议 但是打听了一下 他们去的是哪家小饭桌 这几次接触下来 我感觉路子豪妈妈 是个爱贪图小便宜的 外面的小饭桌 大多一顿饭收20块钱 路子豪妈妈 怎么就推荐那家一顿饭25块钱的呢 第二天 我直接找到了那家小饭桌 正好是中午吃饭的时间 我假装自己是学生家长 想要来看看伙食 老板热情接待了我 我看了一圈 饭菜重归重局 没什么出挑的地方 一回两素一个汤 外加一份饭后水果 菜里油多了一些 看着也还算干净卫生 我不禁有些失望 但是想到路子豪妈妈的挖人行为 我试探着 开口问老板 老板 我们一群学生家长呢 我们孩子 要是都送来你这里吃饭 是不是能给个折扣啊 老板欣喜地问 你们多少人 我想了想说 七个人 加上我孩子一共七个人 老板大手一挥 哎 如果你把其他六个孩子都介绍过来的话 你家孩子 我给你免费 我一听这话 立刻拿出手机 假装接电话 偷偷打开录像模式 准备好之后 我又问了老板一遍 真的吗 老板 你说的是真的 只要我把另外几个孩子 介绍过来吃饭 我家孩子就能免费吃 老板点点头 用夸张的声音说 那还能有假 他似乎是怕我不信 紧接着说 我们这里前段时间 来了七个小朋友 有个叫路子豪的 他妈妈介绍来的 我就直接给他家路子豪免费了 只是这孩子推能吃 我都有点亏了 回到家后 我把编辑好的视频 挨个发给之前群里的宝妈 其实也不算什么事 就是恶心 很快 其他宝妈都给这家孩子换了地方 听说路子豪妈妈 被小饭桌老板追着要犯钱 双方发生冲突 路子豪妈妈抓花了老板的脸 又赔了别人三千块钱 后来 路子豪妈妈打听到 是我搞的鬼 找上门来讨说法 我淡定的看着他说 只要你不招惹我 我当然不会招惹你 如果你不去跟我女儿 讲些乱七八糟的 也没有这一出故事 路子豪妈妈愤恨的威胁我 这次算我倒霉 我损失的 我一定让你原封不动 给我含回来 不对 我要让你含回来更多 我要让你付出代价 你给我等着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 听这几句话了 无能者只能赌咒发誓罢了 我笑容不变 好啊 我等着你 没过几天 关于我的留言 在学校里传了出来 五 婷婷妈妈突然给我打电话 板妈妈 你知道吗 家长们最近突然传一些 你不好的话 他们说 他们说你不正经 我想起上次宝说 路子豪母子 说的那些不好的话 心里隐隐有了猜测 放学我去接板的时候 很明显有人 对着我指指点点 他们凑在一起 用不小的声音嘟囔 就是这个 看着长得还挺漂亮的 这话说的 不漂亮能勾搭男人吗 真是不自爱 这天下就没有不托风的强 也不知道勾搭过多少个 我听说啊 可多男人了 以后接孩子 可不能让男人来接 我听说 他家就住在这学校对面 方便得很 男人来接孩子 去他家里 待上十分钟十五分钟的 都够滚一回床单了 什么是鬼不绝呢 有一个女的 推了推说话的那个 小点声 别让他听到了 另一个人满不在乎 怕人说就别做呀 我听说他有个女儿 我一会儿可得好好看看 是谁 嘱咐我女儿 千万别跟狐狸精的女儿一块玩 这种人呢 有其母必有其女 我看着手机里 已经录下来的视频 在微信上 跟老师打个声招呼 请他帮我把女儿送到楼下 嘱咐女儿自己先回家 反正我家真的很近 就在学校对面 安排好板后 我静止朝那几个女人走过去 你好 你们是在说我吗 那几个人尴尬的不行 连连否认 我不急不躁 拿出手机 打开视频 递到他们面前 我都录下来了 你们确实是指着我在说的 你们说我勾引男人 还说 我跟别的男家长滚床单 这几个女人再次否认 滚床单啊 你们手指的这个方向 除了我 还有两位女家长 来 你告诉我 你再说我们三个中的谁 我故意抬高嗓门 为的就是把事情闹大 刚才跟我站在一起的 两位女家长也凑了过来 仔细地看了视频后 逼问道 你们在说谁 是不是给我们造黄瑶 他们立刻否认 说自己说的不是他们 我马上接话 那说的就是我了 比较嚣张的那个女人 似乎被我惹怒了 直接跟我呛声 对 说的就是你 大家谁不知道你是个狐狸精 你做过什么 自己心里没数吗 我威胁道 你给我造谣 我是可以起诉你的 虽然罪名不大 但是也会留案底 会有处罚 只要我不接受和解 你的孩子 以后很多工作都做不了哦 没办法当兵当警察 没办法考工考编 没准好一些的单位 都进不去呢 说完之后 我也不废话 直接拿着手机做事 要打电话报警 对方立刻慌了 急急忙忙阻拦我的动作 哎呀 你找我麻烦做什么呀 这也不是我说的 我听别人说的 我就是嘴碎 可不是我造谣 我就是听人说的 说着 他还拿出手机 给我看聊天记录 证实自己也是道听途说 我点点头 就这样一个一个找了过去 只要用前面的说辞一下虎 就没有不配合我的 最终 还是查到了 陆子豪的妈妈身上 我带着保留下来的所有证据 再次去了警局报案 很快 陆子豪妈妈被警方传唤过来 我展示了所有的证据 有的是我拍下来的聊天记录 有的是造谣双方亲口承认 从对方那里听来的视频 面对我手上的证据 陆子豪妈妈再次黑了脸 我以为他会着急 他就不紧不慢地开口道 要是我没证据 我会这么说吗 倒是你 宝妈妈 你真是厉害 自己勾引人家的老公 还赶到警察这里来报案 他极力想要证明自己所言非虚 立刻打给温华妈妈 温华就是之前转学的那个孩子 也是温华妈妈 把陆子豪介绍来我小饭桌的 喂 温华妈妈 那个宝妈妈 你还记得吗 就是小饭桌那个 对 我记得当初你说过 宝妈妈跟你老公有一腿 对吧 你还特意给温华赚了学 让他们再也没有任何接触的机会 电话那头的温华妈妈却说 我什么时候说 我老公跟宝妈妈有一腿了 我说的是 宝妈妈那么漂亮 又是单身 我真怕我老公认识她 陆子豪妈妈彻底傻了眼 事到如今 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怪不得温华妈妈 会把陆子豪母子 这种奇葩介绍给我 原来从一开始就憋坏呢 温华妈妈 大概就是那种 看到别的女人有几分姿色 就担心自己老公出轨的那种 至于到底是温华妈妈 真的说过这话 还是陆子豪妈妈自己理解的 我不想追究 也无从追究 我好整以侠 看着陆子豪妈妈 只要我追究 你这不算诽谤 也算侵害他人名誉了吧 嘖嘖嘖 你身上背了暗底 到时候你儿子连军校警校 都不能考咯 是的 还是我威胁前面那几个人的那一套 虽然老套了一点 但是管用啊 陆子豪妈妈彻底粘了 我赔你钱行不行 你说你要多少 我怎么能主动要钱呢 那不成了敲诈勒索了吗 不是钱的事 我就是想出口气 陆子豪妈妈脸色越来越差 一千行不行 三千 那五千 一万 最多一万了 再多我就没有了 我缓缓点了头 毕竟诽谤或者侵害他人名誉 这类的罪名 还是挺蛮判的 何况 真道上法庭 那几个嘴碎的家长 也未必肯出庭给我作证 这次找我查 陆子豪妈妈不光眼面尽尸 还损失了一万块钱 就连学校里的孩子 也在各家家长的嘱托下 自动疏远了陆子豪 这次陆子豪妈妈 没再给我放狠话 我原以为 这下他该消停了 没想到 他还是不长教训 六 半个多月后 陆子豪妈妈给我发微信 宝儿妈妈 原来你是个美食博主啊 还记得我说过的话吗 你让我损失的 都得给我吐出来 要加倍地还给我 我想了半天 也没想明白 我是个美食博主这件事 怎么就让他那么胜券在握 直到婷婷妈妈 给我发了一段微信录评 宝儿妈妈 你自己看吧 我点开视频 里面是一条条聊天记录 几乎全是陆子豪妈妈发的 陆子豪妈妈 家长们 你们知道吗 林宝儿他妈妈 其实是个美食博主 这是他的账号 你们看看 我说他怎么一顿饭 只收15块钱呢 原来是利用我们的孩子们 给他挣钱去了 他完全没有告诉我们 你们看看 有一百多万粉丝呢 评论里 大家也都提到孩子 这些粉丝 都是冲着孩子们 才关注他的 他还接了很多广告 这得挣多少钱啊 这些钱 也有大家一份啊 你们说对不对 一开始群里没人回复 等了好一会儿 才有人开始说话 那个子豪妈妈 人家宝妈妈 只拍自己做饭的视频 还有被孩子们吃光的餐盘 从来没拍过孩子们 你没看见吗 人家自己凭本事做的账号 接的广告 跟你有什么关系 听听妈妈说话 更不客气 你是不是想钱想疯了 要不我赞助你个碗 你去大马路上要饭的了 总有好心人 能赏你一块两块的 陆子豪妈妈 你们看他的标题呀 什么15块钱的 四菜一堂长什么样 什么八个孩子 要准备多少菜 这些不都是靠孩子们 博眼球吗 怎么就跟我没关系了 可能是觉得他有病吧 其他人陆陆续续退了群 但是这些 一点都打击不到陆子豪妈妈 第二天 他又给我发微信 宝儿妈妈 你利用我们孩子们 骗流量赚钱的事 我已经知道了 这样吧 我猜你肯定也赚了不少 里面也有我家子豪的功劳 你就给我十万块钱吧 这样我就不追究 你利用我家子豪赚钱的事情了 要不然 我就去网上发帖子 让大家都来讨伐你 让你再也接不到广告 再也赚不到钱 我看着一条条微信 只觉得这个陆子豪妈妈 脑子可能有问题 我可得保留好这些信息 这是妥妥的敲诈勒索证据哀 无论陆子豪妈妈怎么威胁我 我都选择冷处理 终于 他坐不住了 采取了更加激进的措施 他在网上发了帖子 名称是 粉丝百万的美食博主 利用小学生疯狂捞金掐烂钱 毕竟我在网上 确实有点小名气 自带部分流量 再加上帖子里小学生 和恰烂钱的字眼 十分吸睛 很快 帖子便被顶到头条 帖子里细数了 我是如何利用低廉的价格 开了小饭桌 然后利用小学生们 骗流量长粉丝接广告的 所谓细数 不过就是几句话的事 毕竟我所有的视频里 从来没有孩子出镜 只有简单的做饭的部分 以及一点必要的讲解 网友纷纷质疑 孩子呢 孩子在哪呢 小学生消失了吗 帖子里还提到 我给孩子们做饭用到的食材 光成本绝对不止15块 再结合当年 我网群里 发送了孩子们吃饭的视频 以及我账号里的内容 说我给孩子们吃的 都是厂家赠送的东西 没有食品安全保证 说我掐烂钱 甚至他还特意做了几张图 选了几个香肠的图片 连品牌都没遮挡一下 帖子引起广泛的讨论 网友纷纷评价 15块钱吃这么好 姐姐姐姐 要不要35岁的孩子 求推 那个博主这么良心 我要关注他 说好的他房呢 我被一则举报贴中草了 这个肠真的超级好吃的 是的 虽然浏览量很高 评论也很多 但是骂我的还真没有几条 大部分都是骂他的 是不是脑子不清醒 人家怎么挣钱 关你什么事 占了便宜 还嫌占的不够多 要犯的想点个满汉全席 网友的嘴我是真的佩服 不过网友这些 都只能算是精神上的折磨 从陆子豪妈妈的回复里 就能看出他现在有多暴躁 致命的打击 来自品牌方 品牌方很快注意到这篇帖子 要求他立刻删除 他却以为品牌方这是怕了 他跟品牌方要一百万 才肯删除帖子 品牌方二话不说 直接报案 状告他敲诈勒索 这下 陆子豪妈妈傻了眼 而我这时候也跟进行动 同样拿着之前的证据状告 陆子豪妈妈敲诈勒索 同时 我在网上恢复了相关事件 先是说了我女儿不能吃牛肉那件事 贴出证据证明 陆子豪妈妈曾经试图讹诈我 说明我跟陆子豪妈妈有私人恩怨 然后出具陆子豪当初写的保证书 证明他儿子欺负我女儿 后面种种行为都是他的诬陷和报复 后面的道歉信和主动给我的赔偿 都能证明我才是有理的一方 不仅如此 我还出具了这次事件中 被波及的商家的产品的检测报告 我跟大家解释 对于食品的广告我接得很慎重 就怕给大家推荐了什么不好的东西 所以每次在接食品广告之前 我都会自己私下购买一份送检 检测达标我才会根据口味价格 再考虑是否推荐 而且我都是请朋友帮忙购买 送到他们的地址 他们在邮寄给我的 这样可以避免商家知道我的地址 故意给我发好一些的货 以上种种我成功的诱惑了一把 涨粉几十万网友都说 我是最良心的博主 被波及的商家原本对我有几分微词 但是最终都很满意我的公关手段 毕竟我让他们的产品也随之热销了一把 所以陆子豪妈妈搞的这出戏 没给我造成任何损失 反而给我带来助力 至于他因为敲诈勒索的既定事实 虽然未遂 依旧实施清晰罪名成立 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陆子豪也被家人转去了其他学校 宣判当天 我特意去旁听了审判结果 陆子豪妈妈看到我之后 深深地低下了头 这次他没再冲我放狠话 估计这辈子也不会冲我放狠话了 气 这场闹剧结束后 当初小饭桌的家长们纷纷找到我道歉 我微微一笑 不说原谅也不说不原谅 只说都过去了 还提这些事做什么呢 他们有人试探着问我 那小饭桌还开吗 你要是愿意开的话 我们还把孩子送过来吃饭 我看着他们一双双阴气的眼睛 缓缓地说 不开了赔钱不说 还怪累的 而且呀 还有那些不怀好意的来算计我 有这时间 我还是多拍两段视频吧 起码还能赚点钱呢 你们说对吧 他们都尴尬地硬喝了两声 再也没人厚着脸皮提小饭桌了 晚安